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神给我们写的一封信 每天每天神都写给我们一封信 让我们通过这封信 看到 听到神向我们说话的声音 看到 听到祂对我们的旨意和祂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今天也能够读这一篇神给我们写的这封信 愿神祝福与大家一起同在 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 奉神旨意蒙照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倪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照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祂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 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祂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责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祂所赵 好与祂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刚才我们听了今天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九节的经文 从今天开始 我们分享哥林多前书 我们把这段经文也分成两个部分 一到三节 然后四到九节 来分享一下 和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一样 在这个书信书的一开始 就是保罗强调自己的使徒的使徒性 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和权柄 然后是对教会的 收信人的这样的问候 那么在这一节到三节里面 也同样保罗这样说 奉神旨意蒙召作 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兄弟索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 那么我们看这个书信书的时候 保罗常常提到他的身份 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自己的身份 那么保罗为什么每次都这样的注重自己的身份呢 这是因为他要强调自己的权柄 使徒的权柄 那么保罗强调这使徒的权柄 不是为了让别人尊重他 让别人一味的在人面前 显要自己要压住对方 而是根据跟和下面的信的内容有关系 因为他写每封书信的时候 都是接收这信件的对方的教会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保罗到每个地方传福音 传完福音以后 保罗养育了那个教会 然后立了那教会的领袖 然后保罗就离开 那么当保罗离开的时候 那个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会出现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保罗就会写信 这就是保罗的书信书 保罗写信来解决这个教会的问题 那么在保罗解决教会的问题的时候 他用信的方式写的时候 保罗要让他们知道 那么保罗给他们解决这个教训 和教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不是出自保罗他自己的 而是保罗彻底的依靠神 祷告的过程当中 蒙神的感动和蒙神的引领而 圣灵的感动下记录下来的 所以接受信的教会 在看这封信的时候 不是把它看成是保罗他个人的意见 或者是保罗他个人的属人的方法和教导 让他们认定保罗的权柄和权威 然后接收这封信的内容 是谁的最终的旨意 神的旨意和权柄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今天的人是特别不喜欢权威的人 权柄的人 也就是说不喜欢别人压着自己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出现很多这样的现象 我听过好多弟兄姐妹都这样说过 我顺从神不顺从人 那么我要反问 你连眼睛看到的人 教会的牧者 教会的长辈的话 你都顺从不了 你怎么能够顺从看不见的神呢 我们要知道教会的这样的权柄 不是只是自己给力的 而是神呼召了牧者 然后让他去读了神学 然后让他尾声到教会里面 成为牧者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认可他 当然他里面如果有错误的 完全违背神的旨意的 真理的 道德的 那么我们要去指责 我们要去为他祷告 但是一般的教会里面的这样的 合乎圣经原理的教导 我们要怎么样 听 我们要怎么样 顺从 因为这是神怎么样 赋予他的权柄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没有你顺从不了的地方 你无法接受的地方 无法甚至理解的地方 我祝愿你 能够有一颗顺从的心 如果你真的顺从不了 也祝愿你不要去反抗 不要去当面的去来攻击 而是谦卑在主的面前 先祷告 为牧者祷告 为教会祷告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能够求神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学会这谦卑和顺从 尊重神所立的仆人 我们再看这四到九节的经文 保罗写这个哥林多书 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可能保罗迫不及待的就想马上的指责他们的问题 哥林多这个有一个外号 就是放荡耳 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们会逐一的去分享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没有马上指责他的问题 而是先讲了自己的使徒的权柄 神所赋予他的使徒信 然后保罗向神献上了感恩 因为哥林多教会的感恩的所谓的祷告 在这里边保罗从五个方面提到了 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优点 首先在这个四节五节里面 四节五节里面 他感谢神呢 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什么呀 有非常优秀的好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什么呀 也所谓的口才 然后呢 这样的丰富的怎么样 知识怎么样 在他们里面 先感谢神 第一个口才和知识 第二个呢 就是这六节的经文 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怎么样呢 坚固 他们一听了神的话语以后 心里得坚固了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七节 以致你们在恩典上 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 他们对未来有这样的怎么样呢 盼望和怎么样呢 恩典 说你们里面有各样的怎么样的恩赐在你们身上 所以第三个讲的是这个恩赐 然后第四个呢 是讲述的是七节里面 同样的是讲述的对未来的怎么样呢 耶稣再临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和盼望 然后第五个呢 就是第八节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怎么样呢 责备 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拥有一颗 没有不受责备的这样的怎么样呢 心怎么样呢 在他们生命里面 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 虽然现在有属灵的不完全 有很多的问题 但在最后主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呢 责备他们 他们会这样的成长的 所以从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他的态度 没有一味的只是看人家的缺点和问题 而是先谈论到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怎么样呢 神对他们的祝福 然后看到是他们的未来的怎么样呢 景象 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呢 他知道保罗 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纷争啊 淫乱啊 等等很多的结党啊 等等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是保罗能够一开始有这样的感恩 还有前瞻性的这样的感恩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 他信靠的是主 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主人是耶稣基督 不是人 他知道掌管哥林多教会的不是人 而是耶稣基督做他们的头 耶稣基督在掌管他们 保罗完全的相信神的能力 神的引领 神的祝福 保罗确信 在神的引领下 在主的引领下 在主的祝福下 在主的管教之下 哥林多教会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恢复的 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主的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时候 你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你看着教会的问题 小组的问题 团契的问题 有没有说 这个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永远都无法解决的 绝望的时候 抛弃的时候 让我们从保罗身上学到 用积极的眼睛来看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主的 我的团契是主的 我的小组是主的 我们的教会是主的 我们要用主的眼睛来看 并且我们要跪在那里 要为这个教会 为团契 为小组 为我自己迫切地祷告 我们祈求救给你们 寻找救寻见 寇门救给你们开门 不要只是用在我求物质上面 而是求这个上面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求主来 在那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方法 让我们教会变好 让我们的小组变好 让我们自身能够在主里边 能够变好 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主是全能的 因此全能的主改变我们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生命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绝望 常常叹息 想要抛弃 但是主啊 我是你的 我们的团契是你的 我们的教会是你的 我不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改变 你可以亲自地来做工 祝福我们 让我们经历 祝你的恩典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